兄弟们好久没有碰到这么强势的职业阵容了 打野打击 编露周瑜 虽然是星耀局 断位有点低 但是你们这么高也太离谱了吧 因为对面对抗路是季小满 我怕周瑜被打爆我就跟他换了线 事实证明 我打对抗路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季小满在我的手上根本就占不到便宜 当着他的面打突然架 他敢过来抢我就揍他 开启这话根本不疼 季小满走了 但我瞅他那个架势呀 肯定不老实还想抢 咱们故意给春战甲留一点血 然后把春战甲往外拉 哎 抬上套了 二人能躲鸡飞接一技能拿下 春战甲换了个季小满 血转 不是同一时间 但还是同一地点 我貂蝉就继续在这里 吃饱饱 在这里打春战甲勾引季小满 看到没有 这季小满完整味就来了 而且他抢完我的春战甲还不想走 很想跟我练一练 那我就没办法了 他自己要跟我打的 二人能开大招开弱化 就是他打 有野区减上buff 所以我的伤害看起来比较低 但即使是这样 他还是打不过我 不要着急跳 等靠近野怪再跳 这样的话 我们的二技能就可以接他上了 别挣扎了 早死晚死都一样 终于 季小满心态崩了 选择跟海诺换线 季小满都不行 你跟海诺更完蛋 直接无兵线约他 开了大招也是死 但是可惜蓝来了 二技能赌大招 蓝还是穷追不舍 不用慌 二技能过强 死在草丛旁边防止尸体发臭 刚才那波 完全是因为残血被蓝找到了机会 你看我满血进他野区 他敢执一声吗 蓝区野怪非常多 我往哪里跳都可以引发爆炸伤害 从而让我玩死一会儿 看来我还是高估了我的坦度 蓝一套打下来我还是蛮痛的 我们家死光了 就剩我一个 丑孙长强这个样 应该是想打我的主意 等他先滚 然后我们直接跳上去 你卫一都焦了还怎么跑 海诺斯拦不住我的 因为他没有硬控 只能眼睁睁看着 我把孙长强带走 没错兄弟们 这次是我第三次进野区了 但是呢 这次我有弱化了 只要敌人敢来 我就敢死在地上 服了 我再一个人进野区 我就是狗 这回好了 我不进对面的野区 对面开始进我的野区了 但是跟之前不一样的是 我有队友了 有刘善帮我提供控制 这个蓝是打不出伤害的 直接跳他就可以了 本来想杀完蓝在收摇的 但是这个孙长强过来捣乱 真的是忍不了了 你一个射手 怎么敢离我这么近的 直接粘着他打 孙长强这个时间段 装面还没有成型 打人根本是不痛的 还是比较好杀的 这把刘善跟了我之后 特别大胆 看到谁都给两巴掌 因为他知道有我在 蓝和蓝被打分开了 这就很好办了 本来我想先杀蓝的 但是蓝太滑了 直接穿出去了 只剩一个蓝 那我们就只好分工了 你们负责去追蓝 我负责打这个蓝 不是吧 这蓝给跑了 我真的受不了 哎 可以啊 这鲁班 这次我的队友在我身后 我就感觉对面野区溜达了 因为我相信 我的队友随时会赶过来的 队面两人看我这么猖狂 终于忍不住 先动手了 哎 不疼 硬扛一套 打不死我 那就到我动手了 本来这波 我以为两个人全跑了 但是这个孙上香 回过头来看我一眼 这波给他收了 显得我很不见人情啊 经过刚才那两波小团战 我们的优势已经十分明显了 这个时候 我甚至敢带着刘善 在野区二打四 看到没有 想跳谁跳谁 因为我知道我没了 好吧 我承认 我确实有点猖狂 但是没关系 优势还是在我们的 这波咒语在中路被强开了 我们赶紧跟上 防止他们进一步伤害鲁班 在我和鲁班的合力输出之下 对面根本就扛不住 蓝也被我们控得一愣一愣的 蓝没了 还是一个咬 你们别控他 让我来 你个傻逼 哈哈 兄弟们 我又来进野区了 这次虽然是我一个人 但是抱歉 你们根本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我有金身 哎 关键时刻金身一开 晃瞎对面的眼睛 我像一条狗 我恨自己 我这是服了我自己了 在野区死了没有四回了 这蓝孤军深入了 被我们逮到机会了 想跑是不可能的 我们有流散 空到死 趁我们打蓝的拱火 对面居然在下路 直接拆高地 怎么敢的 我绕到后面 队友在前面 形成两面抱夹之势 金身规避致命伤害 开弱化 就是跳 拖到队友来为止 不是能不能快点来呀 能不能快点来 我服了你们了 我根本就扛不住啊 不想玩了 有什么用啊 这游戏玩 哎呀 可以啊 这都能赢 我靠谁投的家 也这么帅 太棒了 你变两边的好快呀 看完了不妨 点关注 下期更精彩